银行门口蹲守 一路尾随 八旬老人小区门口被抢 这时候嫌疑人就一直在盯着老太太 数钱的整个过程 一直眼看着这个钱 从他的角度来讲 已经认定他里面就是他的一个 作案目标 同一作案手法 取钱老人再被抢 两岸并真 嫌犯锁定同一人 大约的从他嘴巴得出 这个人的身高提报特征 包括背那个包的样子 和我们第一起的嫌疑人 应该是一致 视频追踪 作案后及时存钱行为 暴露嫌犯落脚底 他每次这两次抢完以后 都及时地把这个钱 存到他自己的印象卡里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大家钟好 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 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 在北京市朝阳区 有一支尖刀和拳头队伍 他们善于利用黄金72小时破案理论 在案件侦破当中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战绩 他们就是北京朝阳刑侦支队重案队 今天的节目呢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个支队的带头人 北京市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秦文志 看他在一系列抢劫案当中 如何带领重案队的队员 把嫌疑人迅速抓捕归案 此时秦文志正在查看监控 虽然已是深夜 但批乏和困倦并没有难倒他 因为此时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尽快将案件破获 而这一切还要从一位老人的 不寻常的遭遇说起 今年7月19号下午4点左右 朝阳警方接到报案成 一名80岁老人在家门口被抢 说他在进小区门的时候 被一名陌生男子 拽着他肩膀背着包 然后进行拉扯 老太太护着包以后不给 被男子对面部进行殴打 然后抢完包以后逃跑 接警后 秦文志带领中案队的民警 展开调查 据受害人反映 当天下午3点多 他走到小区单元门前时 突然冲出来一名黑衣男子 将他随身携带的跨包抢走 包内装有他刚从银行取出的 三万六千元现金 就是奔跑起来和拉扯 这个老太太这个力度来讲 是年轻的小伙子 岁数应该不会太大 三十多岁到四十岁左右 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 也没有说话 也没有语言上的这个 没有对话 所以说老太太没有听出 对方是什么地方口音的人 刚从银行取完钱 在家门口就被抢 这会是巧合吗 根据受害人的描述 秦文志敏锐地觉察到 这很可能是一起有预谋的作案 随后他安排一路民警 在继续走访调查的同时 另一路民警对案发附近的监控 进行了调取 通过对受害人和目击者的访问 警方对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进行了初步刻画 由于案发地点 恰好处于小区监控的盲区 因此并没有拍下案发的一幕 但在小区大门口的监控中 一名黑衣男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监控画面显示 当天下午3点29分 受害人拎着菜背着包进入小区 紧接着一名身穿黑色短袖的男子 也进入了小区 画面中可以看出 男子的视线始终盯着受害人 并且他的衣着和体貌特征 也与受害人描述的基本吻合 结合种种迹象 近方分析 这名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盯上受害人的呢 老太太今天一天干什么了 中午我吃完饭就去银行排队 取钱 取钱回来以后去市场买菜 我们就把他这个整个轨迹 就给刻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以这个老太太为视频的参照 参照点 然后来查找嫌疑人 根据受害人的活动轨迹 在对沿途的监控进行调取后 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 嫌疑男子竟尾随了受害人 很长一段时间和距离 我们就逐步往回推 进小区的门 市场买菜 然后又换了一个市场 然后往回推 退到银行区块 我们把这一系列的 这个时间空间 给他串联起来 然后对这几个地点的路向 进行查找 发现这一路 都有嫌疑人的伴随 民警在调取了大量监控后发现 嫌疑男子从下午三点 受害人从银行出来开始 就一路尾随 也就是说 男子很可能看到了 受害人的取款过程 才将他选择为下手目标 果然在银行的监控中 民警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对他的形象 在路向当中进行查找 在发现 从老太太进去之前 这个人一直在银行待着 这个人进来的时间很长 有好几个小时了 原来 嫌疑男子在当天中午12点左右 就已经出现在银行 监控中可以看出 下午2点56分左右 当受害人在柜台取钱时 男子坐在他左后方等待去的座椅上 并不时看向柜台 接下来 受害人取完钱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坐在座位上数起了钱 只是此时的他没有想到 就在他的身旁 有一双眼睛正紧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时候嫌疑人就一直在盯着老太太数钱的整个过程 一直眼看着这个钱 从他的角度来讲 已经认定他应该就是他的一个专案目标 从监控中可以看出 当受害人数完钱准备离开时 嫌疑人先一步起身离开 在门口处等待着受害人 之后一路尾随受害人到达小区 那么从银行到小区中间将近1.5公里的距离 嫌疑人为何到小区才选择下手 兵警分析 由于受害人先后去了两个市场买菜 嫌疑人很可能因为人多而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直到进入小区 马上要进入小区了刷卡 如果说这时候再不抢 他就没有下手的机会了 这时候他停而走险 实施了抢劫的行为 在确定了男子的作案嫌疑之后 警方连夜对视频进行了查看 对犯罪嫌疑人到达银行之前 的路线和案发之后逃离的路线 同时展开了视频追踪 在调取了小区外围的监控录像后发现 下午3点31分左右 嫌疑男子从小区跑了出来 此时他正全力奔跑 然而在跑出了一段距离后 他的步伐开始有些吃力 速度也开始放慢 根据这段视频 秦文志分析 渐渐疲惫的嫌疑人 很可能会选择乘坐交通工具离开 随后民警找到了出租车司机 根据出租车司机提供的下车地点 在调取监控后发现 嫌疑人下车后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进入了一家银行 由于找到这段视频时已是深夜 无法从银行方面获取更多的信息 于是警方对嫌疑人离开银行后的轨迹 继续进行追踪 当视频追踪到朝阳区东坝附近后 便失去了嫌疑人的踪迹 接下来民警在银行上班后 对监控进行了调取 发现嫌疑人将抢来的钱 存到了一张银行卡内 经查询这张卡就是他本人的卡 由此警方确定了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此时距离案发过去仅仅十几个小时 虽然警方很快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而接下来的工作却并不顺利 我们通过去摸牌这个嫌疑人 在北京的散住地 这时候他已经搬走了 他已经不住那地方了 所以我们去铺了个空 大量的走访排查 都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那么他究竟藏身何处呢 结合嫌疑人下车的地点和走访排查的结果 秦温志分析 嫌疑人就居住在东大书记 于是通过分析研判 在嫌疑人可能会出现的几个路口 分别安排人员进行遵守呼呼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7月22号下午1点锅 警方再次接到报案 一名87岁老人在小区楼道内被抢 案发前他同样刚从银行取款回来 大约的从他嘴里得出这个人的身高 体貌特征啊 包括背那个包的样子啊 和我们第一起的嫌疑人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就把这两起 并案侦查 而且作案手法也是抢劫这个 年龄大的这种 女性啊 所以说两起案了 就这种应该是一个人干的 果然在调取监控后发现 受害人在银行取款时 嫌疑人就已经在银行内 当受害人取完钱后 他早已等候在银行门口 之后一路尾随受害人进入小区 嫌疑人一直虽然说在尾随他 但是和事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而且还会仰装一些打电话呀 然后走到车边上就做了一些伪装 做了一些颜色 虽然此次作案时 嫌疑人的衣着有所改变 但从他走路的姿态和所背的跨包来看 与之前案件的嫌疑人就是同一人 综合两起案件的情况 嫌疑人的一个特点 引起了秦文志的注意 他每次这两次抢完以后 都及时的把这个钱 存到他这个地方看 这是他一个不容的一个特点 经分析研判 秦文志认为 嫌疑人很可能急需用钱 才会选择年龄大的老人作为目标 因此当务之急 就是迅速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才能避免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那么案发后 嫌疑人会去哪里呢 此时距离第二起案发 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是继续对嫌疑人的轨迹进行追踪 还是继续根据之前的方案 进行抓捕呢 这到了一个简单被抢的逃跑过程 老太太走的路下 就能确定这两人是一个人 我们就没有对他进行更进一步的追踪 因为我们前期已经追得差不多了 把重心都放在抓捕上了 根据之前所做的工作 秦文志分析 嫌疑人作案后还会回到东坝附近 因此只要再次守候 就一定能将嫌疑人抓捕 果然没多久 一个可疑身影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 此时距离第一起案发过去 还不到72小时 嫌疑人的归案也证明了 秦文志对嫌疑人活动轨迹判断的准确性 多年的刑侦工作中 他坚持快针快破的理念 熬夜加班是他的工作常态 而再多的辛苦都会在案件告破后 转发为深深的满足感 这些还要源于他对刑侦工作的热爱 我们作为刑警 作为中案人来讲 他考的是一本内在的一种心词 就是对刑警 对大案对中案的一种热爱 你说谁家都有老都有小 他能够坚持在这个岗位上一干那么多年 而且无远无悔 这就是一种心智的一种心态 对工作的一种热爱 法治在线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法治热点 今年三月 上海市一名十一岁的男孩 在使用OFO共享单车的过程当中 与一辆客车相撞身亡 男孩的父母随后将OFO公司 连同赵世芳及保险公司速至法院 索赔八百六十六万多元 今天上午 这期国内首例十二岁以下儿童 七行共享单车死亡索赔案 在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原告肃称 高某是上海某小学四年级学生 十一岁 2017年3月26号下午 高某与同行三位小伙伴 将一部虽以装置机械锁具 但密码未打乱的OFO共享单车开锁 其余三人 每人将一部OFO共享单车相继解锁 随后高某四人一同上路骑行 在四人行至上海市区天同路 区复路浙江北路路口时 高某驾驶的OFO共享单车 与司机王某驾驶的大型客车相撞 致使高某倒地并从该大型客车前侧 进入车底遭受挤压碾压 后经医院抢救无效 于当日不幸身亡 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肇事客车司机王某书于观察路况 未确认安全通行 负这起事故次要责任 高某未满12周岁 驾驶自行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 未确认安全通行 负这起事故主要责任 肇事司机王某驾驶的车辆 为上海红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所有 且交通强制险与第三者责任险 均投保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案件发生后 高某父母将OFO共享单车的提供方 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连同肇事司机王某 上海红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速至法院 在一审庭审中 四被告变成了三被告 上海红帽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表示愿意承担员工 肇事驾驶员王某在案件中的责任 因此法庭准许撤回对被告王某的诉讼 评审中原被告双方主要就被告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企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 对投放的车辆是否有疏于管理的行为 OFO所具安全隐患等问题进行了辩论 原告认为 OFO共享单车的机械锁缺陷明显 容易手动破解 OFO共享单车的锁锁难以锁牢 上锁流程是锁上插销且打乱密码 步骤复杂 因此OFO所具被打开的比例较高 被告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对涉案车辆无12岁以下禁止骑行的警示标志 及原告表述的OFO锁车流程表示没有意义 但被告认为 这起事故中 交警部门并没有认定OFO公司有任何的事故责任 OFO公司还质疑 高谋以非正常的程序 对OFO小黄车进行开锁 并超速逆向骑行 被告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 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今天的庭审是从上午9点半开始的 进行了近三个小时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法治故事 购买一套化妆品就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 而且享受的分红不低于产品价格的三倍 这样的宣传听起来是相当的诱人 但事实上它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一家号称甘肃最大的电商平台 在甘肃省兰州市悄然出现 这家名叫甘肃一新电商科技有限公司的美容产品 一经面试便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而其令人青睐的原因并非是产品的美容功效 该公司宣称只要购买一套化妆品 便能成为公司的股东 享受不低于产品价格三倍的分红 在兰州市甘肃一新电商科技有限公司的 美容会现场 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推销产品 据这位销售人员介绍 他们所销售的这款美容产品名为摸摸搭 一套售价为一万五千八百元 具有抗重美白功效 在所谓的神奇疗效的诱惑下 现场不少人开始掏腰包购买 销售人员还告诉受害群众 这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 同时还是一种创业行为 消费者购买产品成为公司股东后 只要多带一个人参会 自己便能获得更多分红 美容讲座没有讲美容知识 反而大肆地宣传所谓的投资 这种美容讲座 在每次开始之前的公司员工 都会带新人来会场动员 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来购买产品 随后侦察员立刻对该公司办公地点 进行依法搜查和调查取证 该公司承诺会员购买美容产品的同时 会给购买者分红 但是警方调查发现 所谓的分红从表面上看 是一种营销手段 但是隐藏在这种手段背后的 竟然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大陷阱 民警介绍 公司的讲师表面上讲的是 公司的各种身份 产品的神奇效果 以及取得的电商资格 并且由挣了钱的会员现身说法 但他们的主要目的 还是宣传分红模式 以不切实际的高额回报来刺激新人 他们的目标就是将来听客的这些客户 培训成公司的员工 让这些客户免费去为他们去服务 来拉来更多的人 购买美容产品还能拿到五万一千元分红 这种极具煽动性的宣传话语 让不少人纷纷上钩往里投钱 同时为了获得更多分红 一些会员开始拉人头 发展自己的下线 民警调查后了解到 卖出一套一万五千八百元的化妆品 公司实际上能拿到六千一百元 而剩下的九千七百元 则会当成分红 分给公司的其他股东 最后公司能拿到的这六千一百元 还不包括公司的运营成本 产品的成本 那么该公司宣传中所说的 会员最终能拿到五万一千元高额分红 又是否能做到呢 做不到 他们要做到这一点 只能是用这种五五复制的模式 大量地去复制人 当人员的基础达到足够大的时候 才能满足上面极少数的一部分人的分红 而后面的分红无法保障到 复制是精髓 五人是基础 而公司就是以这样五五复制的模式 做迷惑他人的买卖 董事有五人 这五个董事发展到五个股 别人发展到五个股东 一共有二十五个股东 二十五个股东之下 有一百二十五个总监 一百二十五个总监之下 又有六百二十五个高级经理 高级经理之下 就是三千一百二十五人 每人再是五人 最后又是一万多人 然后至于现在呢 还没有得到这一级 现在只不过是八千多人 投资者的目的 就是用极少的钱 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但是当不进新人的时候 这种运营模式 就会瞬间崩盘 我们计算过 就是他这个公司的高层 高层领导人员 是两个月就拿到了 他们承诺的所有分红 三十六万三千五 两个月最快的 这也是他们 对查到那个最快的时候 进入了 又进入了他两个人员 这个太具有优惠力了 从2017年开始 该公司由于没有新人加入 导致资金链断裂而土崩瓦解 中层以下的大部分人 并没有如期拿回本金 此时一些会员才如梦初醒 意识到自己掉进了投资陷阱 画面上的这位女士 就是该公司的会员之一 她投入的十多万本金 至今一分钱都没拿回来 现在看到公司这样人去楼空的 这些大家的血汗钱 还有维持贷款的这些人的钱 还有家里的亲朋好友的钱 都已经一去再不返了 我们的心都在低血 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就是哪怕我们自己的钱 要不回来 那么我们也要把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呢把它揭露 把他的谣言 把他这个骗句要揭露 然后免得后面的人 然后再受害像我们一样傻傻的 为了能得到一点点便宜 占一点好处 然后呢就不惜自己的心苦 就全部投着进去 据民警介绍 类似这样的受害人不在少数 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 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为了使自己获利 而拉自己的亲朋好友入货 目前公司的具体人数 及财务状况 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而作为甘肃一新电商股份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某某 已被刑事拘留 近日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 记者见到了这位公司的掌舵人 你说我有没有犯错呢 我肯定犯错 我不应该成立甘肃一新电商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不应该做这个东西 我就 为什么 做这个东西 肯定要做新的一个方式 富裂网平台 要做创新的一个阶段 但是在创新的 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 难道你没有意识到 你在违法犯罪吗 这个我觉得是 买卖交易的话 应该是正常的 如果说没有人 去投诉 没有人去搞的话 那肯定 我们这个正常交易 目前 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已被检察机关 依法批准逮捕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